全球变暖可能引发的气候灾难 我们已经不再陌生了 但对于它可能引发的另外一种灾难 我们不仅知之甚前 或许还要更加警惕 那就是随着冰川融化 可能释放出来的未知的病毒 15000年前 青藏高原上的一些水呢 开始结冰 形成了众多的冰川 冰川中储存的大量水源呢 使它成为众多河流的发源地 比如我们的母亲河 长江黄河 但冰川不止储存着水源啊 它同时还冰封着数不清的远古微生物 不妙的是 随着全球变暖 冰川正在加速融化 以现有的趋势呢 几十年内 可能地球上的冰川就会完全消失 而这是否意味着 沉睡着的病毒又开始重返世界了呢 让人类面临气候与疾病的双重灾难呢 科学家对此已经展开了研究 2015年 中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团队 在青藏高原的冰川中 赚取了深达50米的冰河样本 5年以后 他们在其中找到了一些渴望已久的东西 古老病毒的证据 其中很多是全新的病毒 伴随这些病毒左右的是大量的细菌 这说明当时这些远古病毒 就已经感染了几个大量的微生物群 这些研究使科学家得以窥见 地球的进化史和气候史 帮助我们预测 当我们的星球正在经历气候变化时 哪些微生物会继续存活 由此产生的环境又会是怎么样的 但这样的研究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因为冰川中蕴藏着太多各种各样的微生物了 科学家想要弄清楚 病毒究竟在其中起着怎样的影响 想要采集到足够多的多样性病毒 这都需要时间 按理来说地球给他们的时间原本是足够的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谁叫人类这么做呢 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 正在大口大口地吃掉这些病毒猎手的时间 研究表明 全球变暖的气温正在导致世界各地的冰川缩小 并释放出被冰封了数万次 数十万年的微生物和病毒 当然这是在科学家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他们之前 而且最坏的推测是 冰川融化可能会将病原体释放到开放的环境中 然而最糟的情况似乎已经在2016年成为了现实 当时西伯利亚爆发的碳居热杀死了2000多只巡鹿 并倒致了96人入院治疗 碳居热是由碳居杆菌所引起的人寿共患的急性传染病 碳居杆菌可以形成包子结构包囊 具有保护作用时的碳居杆菌的生存能力极强 在那些掩埋死于碳居热的深处的地方 碳居牙包可以存活数十年 而那次的爆发很可能是由于西伯利亚多年冻土成的融化 是依据感染了碳居杆菌的陆湿解冻而引起的 这只是一个解封了的细菌所导致的灾难 而解封的病毒也有可能引起同样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对它们更加的陌生 自2003年起 科学家就在陆续复活病研究一些远古的冰封病毒 这些病毒不仅大的超过了人们对一般病毒的认知 而且在经过了数万年的沉睡之后 居然还活力不减 比如2015年法国科学家从西伯利亚永久动途中复活的一种名为 西伯利亚软体病毒的巨型病毒 就仍然可以感染单细胞的阿米巴原虫 当然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阿米巴原虫这个名字你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它还有另外一个令人闻风上胆的名字 叫做食脑虫 说回来 可见这些史前病毒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尽管现在看起来 它们对细菌的兴趣要远大于对人类的兴趣 但谁知道下一批被释放出来的好奇宝宝 使敌使用呢 我是火箭苏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